第36题,36到38题是题主 阅读完这篇科普文章后,回答第36到38题 聚合物具有很多优良的特质 科学家为了寻找重量轻巧,不破裂又可塑形的物质 无不绞尽脑汁 终于科学家在自然界中发现了天然橡胶 天然橡胶的基本化学小单元是聚义乌二C 是植物从一乌二C分子合成出的大分子 如下图所示 天然橡胶在高温中会软化像粘胶式的 在低温中又会变硬且容易翠裂 1839年,美国的发明家顾特益先生 发现了橡胶的硫化作用 顾特益先生无意间将一罐未加盖的硫 打翻到一锅加热中的天然橡胶中 结果产生了硫化橡胶这种新材质 在不同的温度下都不会改变它的富有弹性特质 这是常链的聚合分子之间形成双硫件的结果 如上图所示 已知硫化橡胶有非常多的应用 从轮胎到语句应有尽有 为了满足我们日益增长对硫化橡胶的渴求 现在工业可以利用石油米来合成天然橡胶 第三十六题是问我们 根据天然橡胶的特性 下列四位同学的判断何者正确 我们前面提到了天然橡胶特性有 在高温中会软化像粘胶式的 在低温又会变硬且容易翠裂 由这样的叙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天然橡胶应该是属于热素性的聚合物 我们学过热素性的聚合物应该是链状构造 看到这个图上所显示的果然就是链状构造 所以天然橡胶是一个链状构造的热素性聚合物 因此在我们三十六题问 下列四位同学的判断何者正确 以同学说 借由阅读中发现天然橡胶遇到高温会软化 故推测天然橡胶是热素性聚合物 这个说法是对的 丁同学说 参考图内天然橡胶的结构发现是长链状 故推测天然橡胶是链状聚合物 这个推测也是对的 因此三十六题问我们说 下列四位同学的判断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择是A 已定